按下发射按钮 3 2 1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一碗蓝莓一爪香蕉 看看血糖能飙多少 我的空腹血糖是4.4 到了餐后两小时就飙到了8.0了 Hello大家好我是头鬼 今天来测试一下规机动态血糖仪 因为在之前我一直听说动感血糖仪很省心很省事 不需要像我这样天天的扎手指 这动感血糖仪这么神奇啊 不扎手指好激动啊 OK今天就来测评它 这个血糖仪配有一个传感器 一个注针器 小巧便捷 佩戴方便 使用的寿命是14天 可以满足日常洗澡和游泳 然后蓝牙24小时不间断的上传数据 手机单可以查看 也可以自动生成详细的数据图 安装非常简单 撕开传感器主件 然后打开服帖器盖子 对其缺口大力下压 压到压不动 取下安全扣 按下发射按钮 321 好 稍微有一点点疼啊 OK 现在呢 装上就这样子 然后呢 按压一下就好了 要等59分钟之后才能查看 那现在已经安装上了 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它准不准了 和常规的一个血糖仪来做一个测评 对比就知道了 不要不多说 现在就开始了 血糖是4.5 那现在已经快断食18个小时了 来吃我的第一餐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 一碗蓝莓 一爪香蕉 看看血糖能标多少啊 有这些香蕉 再吃一个 香蕉是轻的 但是我给吹熟了 那根 两根 三根 吃了六根 今天一共吃了有14根香蕉 一会儿看一下我的一个血糖表现 现在是四点过六分 OK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血糖数据啊 吓了我一跳 我的空腹血糖是4.4 餐后半小时这个血糖呢 是5.0 到了餐后一小时呢 就到了7.7 到了餐后两小时呢 就飙到了8.0了啊 那现在呢 已经又下降了7.8 好 到了大家最关心的指尖鞋 跟这个动态血糖仪 他们两者的误差 有没有呢 大不大呢 接下来就用实际的测验 回答大家这个问题啊 可以看到 这个是指尖鞋 是5.9 这个动态血糖仪呢 是6.8 都同一时间撤得的 误差还是有的 然后就这个误差呢 我问了一下 轨迹动态血糖仪的产品经理啊 指尖鞋跟动态血糖仪 会有一定的误差 这个误差呢 它可大可小 比较大的呢 它就发生在 吃完饭不久去撤 这个指尖鞋跟动态血 它的差别会有一些 要想让二者之间的 如果想取得一个更好 更准确的数字呢 最好在餐后两小时 另外呢 如果是刚开始去佩戴这个东西呢 一开始它会有一点点的误差 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然后伤口呢 也还没完全愈合 会出现一点点的小偏差 那是我们就能够出现一个小偏差 就能够出现一个小偏差 这一条路里面有些小偏差 但是我们也可以帮助完 我们再来做一个小偏差